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天冷了 按照这传统的日子呢 在北京一般都开始吃涮羊肉了 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涮羊肉呢 基本上就说领导们把我们老百姓当成羊肉涮了 那有些朋友呢不太认同我的看法 就觉得呢 胡说 你石涛你这么多年没回国了 你回国看看 祖国的建设 我跟你说 你看看那楼 你看北京什么样 你进去敢晕 晕死你 我就说了一个最简单的 那楼开那么多 哪间房子是你的 哥们 你有落脚地儿 大部分都给你从二环路驱逐出去了 对不对 原来宁可住里头 现在你属于郊外 对不对 人家飞了 是把你踩在脚底下 以使劲 你成垫背的 人家飞起来 不信 不信网上出了条消息 人从数字上跟你解释 人家怎么飞的 你怎么成了二 被人给涮 这篇文章是德国之声写的 文章题目这么讲 大量非法资金外流威胁着中国稳定 美国一家专门关注全国非法资金流向的机构 最新公布了一个数字 是针对中国的 其数字显示出 在过去的十一年里面 总共有超过三万亿美金的非法资金 从中国流向海外 报告提出这个理由 让人们有理由重新审视 今天中国一度傲人的经济数据 我跟大家说个概念 说外汇储备多少多少 我就跟大家讲 有这个数 但钱在哪呢 你知道吗 文章说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 叫做GFI 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 从2000年到2011年 中国有3.79万亿美金非法流向海外 我们现在对头算 这头往上上点 上头往下下点 按照4乘6 是24万亿人民币 在过去的十一年里面 在腾飞的那年代 在你认为发展的那年代 在这十年里面 让石头回北京发晕的这年代 有24万亿人民币流到海外 在2008年 温家宝救世 也就是说当时遭遇了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时候 拿出了4万亿人民币去救的事 你翻翻当时 救下来了 这是当时说的 叫救下来 实际的票子 实际的票子 我们当时已经有我们金融点击了 我们跟大家说 注意 所有党的家族们都拍巴掌 好 这绝对是好消息 因为不往国土当中放钱 不开发项目 咱怎么赚钱呢 咱家里怎么富裕啊 对不对 这是关键的问题 所以在2008年那4万亿发出来之后 就出来了后来的动车事故所引发的 铁刀部长一个人 对吧 一票我 拿回扣干几个亿 那挣着多爽啊 知道什么叫缺心言子吧 望着北京高楼大厦 说祖国伟大了 然后鼻鼎就哗啦下来了 傻 文章接着讲说 该组织是专门研究 全球范围内的非法资金移动 鉴于中国各界对社会发展不平 及腐败问题的关注 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的研究报告 直接质疑中国经济的稳定性 这一报告的时间 正是中国即将进行18大选举的两周之前 该组织的负责人叫做贝克尔 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几十年来 我一直关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犯罪 腐败和逃税 而中国非法资金外流的幅度令人震惊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或者说发达国家 像中国这样如此大规模的受到了非法资金外流的影响 那这份报告是由这个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所撰写的 他发现无论是透过金融犯罪腐败 还是逃税的手段 大量资金从中国非法流入境外 大多都是依赖一种基于国际贸易的洗钱方式和技术 这种技术被称作出口违报 报告显示出过去的十一年里面 中国非法流到境外的资金 百分之八十六点二 也就是三点二万亿美金 是透过这种方式流向海外的 那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称 该组织的经济学家已经掌握了独家的 关于中国出口违报的信息 将在该机构最新的报告的杂志中刊登出来 与其相关的内容 中国的出口是假的 我们就明确说吧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用北京胡同的话说 府邮街的话说 中国的出口额是假的 透过假出口额把钱移出去 是真的 而另外一位参与其中的调研的经济学家 叫做弗雷塔斯 他发现 中国非法资金外流正以飞快的速度增长 在2000年2000年的数 是1726亿美金 而2011年是6029亿美金 综合该组织发表的 与此相关的报告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受非法资金外流困扰的国家 为什么转出去 没有人对这个国家有信心 没有人对共产党有信心 为什么今天中共的政治局中央委员们 整个这个中央这个层面都是外国人的家属啊 人家家都安在海外了 对不对 安在海外得用钱呢 对不对 守着今天中国社会的这么一个大环境 这个体制的大机会 再加上一群很多老百姓被洗脑之后 总是留着鼻子里活着 朋友说你是不是拽我们老百姓 那你早该奋起 干掉他们 你不干嘛 你沉默 你说祖国伟大 那我说你留鼻子里没歪你啊 对不对 糊涂车子嘛 所以人家趁着这糊涂车子 谁不欺负你 他都觉得自己是糊涂车子 文章紧接着讲说 资金非法外流影响中国政局的稳定 这是肯定的 当大家意识到 所有人都意识到 中国是空的 如果会换个角度上说 你妈替你存的那钱 你替你要给自个儿娶媳妇存的那钱 如果大家一块把这笔钱取出来 能把银行取塌了 因为银行里可能没这么多钱了 最后文章提到说 中国境外投资的总数被夸大了 那就肯定了 那是假的嘛 说境外投资了 实际是把钱移出去了 然后说我投资了多少 然后怎么怎么样 我印象最深的 大概几十年前吧 我参加过广交会 我代表一家公司参加过广交会 广交会那个额度是怎么来的 就问石超你们签了多少合同 我说好像没签什么合同 没签什么合同 有意象吗 意象人有人坐这谈过 那谈多少 我说谈个三万五万美金的 那去找大叔说 填一个表 广交会的交易额这么来的 我亲身的经理 自打那件事之后 你说我还信啥 什么在我眼前都是个炮 因为你没法写 苹果日报针对温家宝 这个被纽约时报爆料这件事情 他写了一篇评论文章 不太长 说的比较直接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蓄意抹黑与打击习近平同出一辙 文章讲说抹黑斗争蓄意动摇 整个中共的政坛 那文章对比了美国的彭博通讯社 曾经披露出习近平家族的资产 高达113亿台币的消息 他讲说两起事件手法极其相近 再加上近来外传落马的高官 也就是薄熙来的支持者 向外国媒体披露出中国领导人 大量抹黑资料 从而影响中国政局 被认为是中共高层抹黑斗争 白热化的一种标记 我觉得这里要跟大家提醒一点 单纯凭借薄熙来一己之力 他没办法获得那么多详尽的资料 这就是不得不提到周永康 在事情出来之后 一直说周永康跟薄熙来合伙 要准备作死习近平 那这个消息到现在 我们都可以连在一起 周永康政法委书记的身份 就足以动用全国的力量 他自己的力量 调查所有高官 他掌控这些资料 但是我们跟大家也分析过 这样的资料被掌控之后 寒而不发 具有威慑力 但一旦拿出来 就没有任何第二招了 在周永康自己而言 我觉得以现在的场面 他去亮这个底牌 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而是有人应该是曾庆红 合伙着原来整个江家帮 要求他这么做 所以要求他这么做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整个原来的江家帮 曾庆红 李长春 不知道包括 包括这个 吴邦国 我们就说这 这么一群力量 他合起手来 放出胜负手 生死结 因为这种料放完了 就只能等着对方反扑了 而对方必须应对这种放料 就像温家宝的家里面 请了律师发表声明一样 对温家宝同样是生死结 而展现出来的呢 我们老百姓看到的 共产党的邪恶 这个体制塑造成了 今天整个中共高层的 这种最邪恶的一面的 大曝光 所以还是那句话 天灭中共 就是现在 正在过程当中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为什么要退出中共呢 真的 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只有神仙知道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